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鹿似珍珠 月似宫 这首诗写秋江上 天黑前后的景色变化 中秋刚过 太阳已经收起了 灼人的颜威 黄昏时分 落日柔和的光辉 从西边的地平线上 斜照过来 好似一条彩带 铺向江面 平缓的江水 半阴半明 偏阴的半边 碧波淋漓 忧虑可爱 向阳的半边 红光溢溢 耀人眼目 这瞬息万变的光色 真使人感到心迷神咬 夕阳终于收尽了余晖 一弯新月 挂上了天边 这是农历 九月初三的夜晚 江边出生的芦苇上 坠满了露珠 趁着苍苍的芦叶 映着清凉的月色 这一粒粒 饱满晶莹的露珠 就像一颗颗光滑夺目的珍珠 这珍珠似的繁禄 这羽公似的心悦 给本来已经很美的秋江夜色 增添了无限的诗意 我要赞美你呀 可爱的木江 我要吟唱你呀 难忘的九月初三夜 木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珠 半江瑟瑟 半江湖 可怜九月初三夜 鹿似珍珠 月似公公